台湾之友会一行人 31号早上来到民进党立委候选人 柯建民竞选总部成立后援会 同时也会选战打得辛苦的柯建民加油打气 柯建民也像乡亲肯托做他的分身 借由大家的人手一张选票 让他再次进入国会为大家服务 台湾之友会前身是理由会 然后他的强调最近很强调就是台湾的价值 台湾的文化 台湾的意识 这事实上这个和我们长期以来 是处于长期合作 二三年前的成绩 这边很多台湾之友会员 就和我们兵兵作战 那更往前推的时候 我们在党外时期 一直在对抗国民党的时候 大家是一起努力 长期以来努力就是捍卫台湾的价值 那今天我们在这地方 也要呼吁本土力量一定要结合 选票一定要集中 没有任何分票的空间 尤其我今天看到了新竹最困难的选区里面 因为时代就一样 我们在每一个选区都让给他 甚至帮他服选 独留一个秋选市 在这里和国民党唱和 前天攻击和抹黑我 这事让人非常失望 所以在这地方我们要呼吁本土力量集中 为这个城市未来发展 我也挑衅在国会 有稳定的力量 新竹这一期是一个非常指标的一期 柯建民过了 我相信民进党已经过半 争取民进党立委在国会过半的席次 柯建民回到顾湘新竹时参选 这次参选跟他第一次参选立委的情况一样 都是面临十选一的状况 面对历史重演跟对手的夹集 柯建民不放弃每一次和乡亲握手的机会 希望能够再次进入国会 为新竹市争取到更多的建设 开播新竹万事连采访报道